年纪大了身材很容易走心的 建议您多练练高二叔球 光坐床上一路可是不行的 小心伤到腰 下次请您喝咖啡 人蒋总需要你让三杆啊 你说要真让了人家三杆 蒋总要是赢了 这传出去多不好啊 听听听听 这说话的艺术就在这 这表面上是在夸我 这实际上是在帮你啊 哪有啊 蒋总今天真的不舒服 让你心女朋友替你啊 女孩子输了 在咱们圈子里传出去 也不丢你蒋总的面子啊 这次真的是在帮我了 听得出来听得出来 安静 那你就帮我跟王总过两招 我 对别怕别怕 大伯 怎么样 你这不是逼着我让你留肝吗 如果我赢了的话 我这胜之不武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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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照规矩来 一肝都不用让 胜负我自己负担 好吧 你看人家蒋总多大气啊 去 来 来来来 我们看安小姐的啊 打得不好 让大家见笑了 是呀 是呀 我叫你 electroly大瓜 玉米 水 山 村 爺 手 黑 采起 仓 幻想 核 我 安小姐 朕 33 我还说要让你就敢 你中动长动都能抓你 哎呀,真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 哪里哪里 我今天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您承让了 女士,你今天玩得非常好 所以接下来你教我,好吗? 当然,你也玩得非常好 谢谢 大北,我今天输得心服口服 下次再也不敢找你打球了 对,我还给你带着茶艺呢 那去拿茶艺 哎呀,敢不敢 走走走 来这边等我啊 好 范小姐 今天这风头出得可以啊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小心乐极生悲 我的事就不用张总您操心了 我倒是想多提醒张总您一句 这女人啊,年纪大了 身材很容易走心的 好,建议您多练练高二叔球 光坐床上一个人可是不行的 小心,伤荡药 然后,下次请您喝咖啡 嗯 我说安静怎么这么嚣张呢 原来是傍上蒋大伟这个才是爷了 他没想到,他高球打得这么好 所以说,这么多年他也没摆回来 肯定是下了很功夫 我就看不得他刚才那嚣张的样子 我不管啊,你得给我出口饿气 你打算怎么做啊 安静和许墨轩不是有个女儿吗 回头找个私家侦探查一下 给他拍上几张照片 发给蒋大伟 张姐,这 怎么 不舍得呀 那算了 既然你这么不舍得让安静吃亏 我怎么舍得让你为难呢 不是不是,你误会了 安静现在对我来说 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 而你却是我的亲人 我怎么可能因为安静,让你不爽了 你放心吧 这事就听你的 那回头呢 我找个私家侦探 怎么了 刚刚还好好的 现在又不高兴了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出来男朋友的事吗 记得啊,你说她帮上一个女后 我就把你给甩了 怎么了 替她干什么 本来啊 这辈子我都不打算再见到她 可你说这,这世界就这么小 我刚才在球场里面居然碰到她了 谁啊 谁啊 该不会是那个宋洋嘛 你怎么知道 就是她 那张立元会看上这个小白脸啊 不过话说回来啊 她对着这个宋洋还真好啊 不仅手把手叫她怎么做生意啊 各种重要场合都带她出席 这人钱给足了她面子 去 你说这个这个 宋洋心里现在 还会不会再想着你啊 怎么会啊 我跟她呢只不过是 小时候年少 无知识放下的错误 这根本就不是爱情啊 她特别小心眼 她看到今天咱们俩在一起 心里肯定会不平衡 我是怕她会找到你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 我这么大一个老板 会听她那个小白脸 在那搬弄是非吗 啊 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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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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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真不错 去二楼 好 好 怎么样你觉得这设计怎么样 真不错 这我设计的 你设计的 看不出来吧 真没想到 我有些朋友啊 那家里比我大比我气派 可是就有一个人 有一个字 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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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的玩意儿真是 不是有钱就可以对出来的 还是要对 有那个 那个 那个 sense嘛 sense 你的品味啊 当然跟他们那些人不一样 而你的选择 也肯定是最好的 你是在夸我 还是在夸你自己啊 嗯 都是 是 初天 大伟 我该走了 今儿我看你就别走了吧 我不习惯 在家以外的地方过夜 哎呦一回生二回熟 你就把这儿当个自己的家 明天我叫人把你东西都搬过来 你们就笑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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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啊 嗯 我只是觉得 这会儿会儿太宽了 你们才认识一个多月 那感情发展的速度 跟 时间一定没关系吧 嗯 那倒是 嗯 不过我猜 你不是第一次邀请有人 住进这洞边的时候 在我的过去 跟现在应该是没关系 就如同我没有问你过去一样 至少眼下 也有你 那以后呢 也只有我了 其实我跟你一样 我不在意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我在意的是你的未来 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 或者是搬进来 那我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我到底是不是 这里的一个过客 还是以后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女人 住进这洞边书里 乖乖 你现在想这些问题 会不会太早了点啊 我还没想到那么远的事啊 我知道 我这么说 可能让你有压力 可我希望 你也能理解我 毕竟我们的女人 毕竟我们的女人 和你们男人不一样 你们男人啊 就好像是 大树 越老越有价值 可我们的女人 就像是一朵花 开过了 也就枯萎了 所以 如果我不能确认我的未来 我就不应该让你惨战 我怎么问你 今天晚上 可以在这儿住下来吗 你今天挺累的 还是好好休息一会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好 鱼儿不上钩啊 等了这么久 怎么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呢 有些事情电话说不清楚 还是当面说比较好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姐 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我有好多事情要忙的 你不知道 我今天去了 全是最好的高尔夫球场 最贵的餐厅 最奢华的别墅 你根本无法想象 同样是在一个城市里 可有些人的生活 是咱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你说的这个有些人 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人 是蒋大伟 你怎么知道 真的是蒋大伟 真的是蒋大伟 你这次选中的人是蒋大伟 是啊 怎么了 你怎么就偏偏跟他在一起呢 我怎么就不能和他在一起呢 他有钱对我又好又有魅力 我想过得体面一点跟他在一起 这有错吗 姐 难道有钱就是有体面的生活吗 或是 感谢观看